从技术、设备短板到行业标准制定,从家庭作坊到数十亿元人民币出口额,如今,全球每十顶假发,有六顶来自假发之都和那许昌。 目前,许昌造假发远销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,在北美、非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20%,仅具备进出口全线的企业就有252家。 许昌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制品集散地和出口基地。 许昌的假发历史100多年前便已开始书写。 当地村民起初为德国商人收购人发,加工制成假发,销往欧美。 发制品作为我们许昌市的外貌植住型产业,十亿清朝末年,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近万人的从业规模。 在许昌市宇州化妆村村口,处立的中国毛发之乡石碑格外醒目。 村民介绍,早年间村里多半人从事收人发,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 那时候,家家户户的生计都与头发有关。 我从出生的时候,我父辈都是做假发的原材料这一块生意的。 当时,从外地啊,或者从咱们本地收购一些头发,然后再卖到一些头发的收购站。 是这样的,小时候对这个头发就特别熟悉。 当时,我爸爸呢,主要是去外地啊,像这个云贵川啊,山东啊,一些地方去收购当时的叫头发辫子。 然后回来之后呢,我妈妈就带着几个人一块儿,就是他们把这个头发通过拉档,变成档发,然后再卖出去。 据了解,二十年前,全球假发行业超过70%的利润被日本和韩国商人占据。 当时的许昌因技术和设备短区,只能做粗加工。 在2008年,许昌便联合众多发制品企业,共同制定了行业标准,从而突破了外国技术的枷锁。 好,许昌发制品呢,也盈利了行业标准。 2008年,我市的瑞维卡联合这个支检发制品协会,以及瑞美龙镇森园等省内外二百多家企业呢, 共同制定的行业标准,即国家发制品行业五项标准,并通过了国标委审核,通过成为国内行业的唯一标准, 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档次,也提高了应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。 截至到2018年底,许昌发制品企业有两千多家,从业者达三十多万人,产品涵盖了三大类、六大系列三千多个品种,产品远销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 2018年,许昌制发制品产值达到236亿元,出口产值达到67.3亿元。 总量呢,应该是举全国那个第一位,全球每十顶甲发里面至少有六顶应该说来自许昌。 如今,在许昌建安区互联网加发制品产业集群内,掌管着400多名职工的发二代申大磊,正在通过电商平台,把许昌发制品卖往全球各地,每年出口额达两千万美金左右。 从原来的简单的发条加工到后期的这种头套加工等等,这几年的这个行业的重点变化就在于一个跨境颠商的兴起。 传统的外贸形式呢,就是我们把我们跟老外,给老外贴牌,他们批发给他们,他们在终端市场去搞销售。 那么现在这几年经过跨境颠商的兴起之后呢,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网络,把自己带有自己品牌的产品,通过网络直接卖到这个消费者手中,然后可以培养自己的这个品牌价值。 最近这几年吧,我觉得这个发制品的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